哇小雅回来了 对我来两三天了 就没有我来了就没有找咪 然后今天呢就要来大咪去玩 刚好星期天小孩应该也没上学 对对 在海南玩呢怎么样 开心吧 开心 挺开心的 希望 漂亮吧 漂亮 希望明年我们一起可以 我们加油吧哦 哈头 哎 哇你看小雅开车来就我们得去玩了 好开心是吧 好开心 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车 然后能自己开的车呀 哈哈哈 你也加油先考驾照 然后韩头会给你安排 很难呀 先要考驾照 好好学习中国字中国文化 啊有驾照了才能开车 我也相信蜜会考到的 对蜜 蜜 胆子太小了害怕 不会不会 真的 等一下让学雅给你教一下怎么那个 年纪小学东西也快 学一下吧 加油 加油 哈哈哈 呀时间不早了我们去走吧 是因为是吧一下 回来还要 还要干活 对干活 走 怎么 我不坐蒙车 我要坐少雅的风车 可以 可以 好现实哦 那去吧 坐感受一下那个风车怎么样的 好可以 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哇到目的地了 这叫幸福古葱吧 好美哦感觉这里挺漂亮的 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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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交看谁说的标准 幸福古村 幸福古村 差不多 差不多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师王小文车 你们要想 想要二元活动城 想吃的我可以看一下 可以尝尝啊 我现在就 哇好漂亮呀 半肚子 你看 哇 嘿嘿嘿 哇 哇 好舒服呀 原见一场烟火 你曾生开过 可几人在心魔 从此孤独火 将南花已凋落 曾看才珍珠 你拍到你们近的眼睛 你拍到 你拍到 你说来到四孙这边 看见在地下哦 都是长那种野菜的 像我们老窝一样的 看见到这个也可以吃 那个也可以吃 都可以吃 你的眼里只有吃啊 是的 这个菜可以吃 狼拌的吃 特别美 今天呢 只能带蜜来在县城这边逛一逛啊 是 因为大家也知道口罩 蜜怎么样 这里 可以的 挺漂亮的 我特别喜欢 以后希望你 回来我们山西来玩一下吧 对 邀请一下小雅 好不好 有机会我一定去的 好 喜欢我们老窝人了 我们两个都是老窝 给我们点个关注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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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羞了 哇 你好猛哦 这么一大桶水扛在街上就走了 对啊 那刚吃饱饭嘛 又近一点 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桃子 四百里 大家好 我是罗伯尼海蜜 今天是我们到四川这边的第一天啊 第一天刚过来呢 事情也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要先去找一个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去年所住的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叫社区这边吧 也不算小区算社区 这边的那个房租啊什么也挺便宜的 去年我们住过啊 今年我们来继续准备住这边 再回去找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吧 这个小区他那个 不算小区社区吧环境挺好的 真的像社区你看房子盖着都一样啊 这是一个好像新冬葱一样挺漂亮的 今年来还好去年我们来是他这边正在修路 把路就是挖的很烂很乱似的 而且灰尘很大 这一年你看一来真的干净多了 漂亮很大 是 这回我们来到这个县城来做核酸了 来吃免签了 来尝一下 看一下四川的免签好不好吃 做核酸不就是吃免签吗 尝一下四川的免签有没有四川的饭那么好吃 对不是的啊 看胖多多 看胖多多 你干什么 胖多多听不懂我们说啥 拍拍手 现在我们的房子已经找到了 很漂亮 很漂亮呀特别大 是一个三十一厅的 虽然就是我和弟弟我们一起住嘛 到时有一个房子空出来 有三个房间 对这边一个卧室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三个主卧吧 它里面还带了一个那个卫生间 对 嗯在这边 这方便 啊这边带了一个卫生间 床头 你看衣柜啊什么都有都挺好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对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有两个卫生间 其他旁边呢就是还有两个四卧 到时间看就是 那个主卧给弟弟妈妈一睡吧 有小孩 然后我们就看睡这个还是睡旁边那个 没事你自己挑 好吧 刚才才把东西搬上了你看 这么多 行现在那个 我们先下去 晚上阿姨先就是能打草卫生啊 我们在这也特别乱 好吧 我们都先打草吧 好 哇 你好猛哦 这么一大桶水扛在肩上就走了 对啊那刚吃饱饭嘛 有定一点 这回呢我和蜜过来我们俩吃饭了 看一下我们吃的是啥 现在呢是一个早餐哦 看一下我们吃的啥 先看一下蜜 我吃的 酸辣粉 酸辣粉 二两 嗯 二两也买买一碗了 知道 主要是味道怎么样 特别棒 我特别 喜欢吃它家的 我们陕西有酸辣粉我记得你不吃的 太酸了 摸家呢 那边 太酸了 太酸了 然后没肉 他们这边还有肉有菜 有肉末 对 他就是酸在的香是吧 嗯 那确实是他里面的调料感觉要多一点 看一下我吃的啥朋友吗 还是面 走到哪都是吃面哦 他们这边面特别好吃 你尝了吗 我尝过 尝过啊 好吃 就是 感觉做出的面的味道也比我们那边的那个味道好一点 还是一句话 那个人家这边的调料用的多 香 赶紧吃 刚吃完饭 来到我们这个包装厂户 来看一下今天那个 果子 刚来回来的 去看一下 这么一堆 都是今天刚才摘回来的新鲜摘回来的 你看这叶子 很绿 哇 这一框果子很值钱的 你看 刚才摘回来的 你看 在这也能看出来 看他这个叶也能看出来 就刚拿回来的 那你吃完饭不吃一个爱园吗 吃呀 谁说不吃的 这个太大了 拿少一点的 挑好了吗 挑好了 拿一个了 在这什么灯光太差了 我们去外面 这里面开着灯泡的 我们去外面 看看他 红红的灯笼一样 对呀 好大呀 能吃完不 吃不完也要吃完 哈哈哈 可以剥开 他这个平衡剥上那个 那个橘子一样剥也可以那个 然后切开也可以的 可以很像比橘子一样剥 可以像橙子一样切切刀切开吃 对你看 皮特别薄 肉特别薄 切剥好了 我们打开开 他的皮好 这个纤维好少 对 你看 每半每半这个纤维好少 还是无子无渣的这个爱园橙子 哇 水分特别多 肉特别嫩 是不是去年那个味道 就是那个去年那个味道 一模一样 自从就是蜜吃完这个爱园以后 现在已经是喜欢了这个爱园了 特别喜欢 来四川那就是 第一个要吃四川的美食 第二要吃四川这个爱园果冻 是吧 这两天我有点上火 你看 像日本人一样 所以要吃点这个橙子 不知道能不能降火 吃一下吧 哈哈哈 入口即化 而且是无子无渣皮特别薄 水分很足的这个 是 真的 嗯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 美山这边四川 自从就是去年第一次吃完这个爱园橙子以后 对这个橙子产生了另外一个认知 以前在我们陕西那买的橙子都是 皮很厚 纤维很多那一种 都像是有脂有渣的一样 但是吃完这个爱园以后确实 口感很好无脂无渣的感觉 是的 然后呢也来这边今天是第二天了吧 然后我们的爱园也已经上架了 所以说去年买过的朋友呢可以去 放心的下单了 没有买过的朋友呢可以去 买单尝一下 看一下这个爱园和你们平时买的橙子 口感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差异 是的 流口水